飛機緩緩降落 二十六號晚間九點二十二分 這架從舊金山降落桃園國際機場的班機 上頭載的人 來頭可不小 一身俐落西裝打扮 看到鏡頭開心揮揮手 難以好心情 時隔半年再度訪台 他是美國前國務卿唐培歐 走的可是環宇商務通道 不只航警局加派警力助手 民進黨立委更強調他會全程貼身陪同 面對威脅 毫不畏懼 龐培歐來臺參與 全球台商經貿論壇 一到臺灣就搭高鐵南下高雄 這趟行程規劃在二十七號台商論壇並且演講 二十八號參加世界台商年會開幕致辭 並參訪南部科技產業 讓高雄當地居民也相當興奮 這次主要以經貿跟未來產業鏈重組 關係到台美如何合作佈局 基本上不會談論太高強度的政治議題 也會和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或是地方首長來會面 同時還會到博厄特區看看大港橋旋轉秀 高雄市長陳其邁更說 會讓龐培歐愛上高雄 藉此鞏固台美 兩國情誼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可以上LINE貼圖小舖 來購買華視主播的官方貼圖 訂閱華視頻 華視頻